今天阳光真好 是啊 刚刚下完雪其实很舒服的 对我来讲更特别 台湾是不下雪的 那金老师您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二十多岁 二三十岁吧 就会有这样的状态 那事可多了 哪有时间散步 那个时候我们都是一直被外在的东西 要跟人家比拼 要证明自己 想要得到很多东西 要很多刺激 没有办法回到内在的世界 所以基本上就是 没有那个散步的心情 这是一个不好的状态吗 您觉得 我们不要说好不好 就是人生不是只有 内在的世界的追求 人生还有一个内在的世界的探索 2009年6月 金威淳停掉了周刊的所有职务 卸任商周集团执行长 转而从事他认为更重要的是 50岁之后的金威淳 投身公益事业 做起了一工 一做就是青年 那我在想金老师 您就是因为我是50岁嘛 我自己其实是多少有一点 那个50岁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叫恐惧 就是不舒服 我不知道您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 50岁的时候 您自己那个状态是什么 我恰恰是50岁的时候 是人生一个最大的转变的分 分水岭 一个最大的转变的时间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感受 就好像人生的上半场 已经活过了 人生下半场还不知道怎么活 我那个时候是这样 我看了一篇那个医学的报导 然后他上面就讲了一句话 把我吓到了 他说现在若干若干税的人 如果你可以用到未来所有人类的 新的那个医疗方面的科技 你大概可以活到100岁 100岁不是梦 我也看过这篇文章 就我那时候活到50岁 我就想哇 活100岁那怎么办啊 那剩下50年要怎么活 了解一次 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 差不多已经到高峰了 已经停滞了 难道我的人生只是这样而已吗 某种角度 在一个小范围内 也算是名利双收了 然后就开始享受成功的滋味 你知道吧 钱能解决的问题 也都不是问题了 对吧 您的周围都是这个名人朋友 那时候 对对对 很重要的什么小范围的 最重要的场合 我一定会接到请帖 我去不去 由我来看给不给面子 就是活成这个样子的状态 然后那个时候 还想玩一玩嘛 所以说以前命做的事 都得把它做一下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在飞这个 飞行闪 然后我骑马 然后我深海那个潜水 潜水 陆海空各搞一个那个 那个高难度危险的运动 就玩一玩 就疲了 就觉得没什么了 就什么刺激都不刺激了 什么刺激都不刺激了 然后就觉得说 哎呀我一辈子是梦想的 要得到的东西 都得到了好像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满足 我的人生为什么只有这样呢 我在五十岁的时候就问自己这个问题 一直问一直问 最后呢 我觉得我找到答案了 就是说活出自己才是生命的本质嘛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就 嗯 可能要换一个说 佛法 当时您那个周刊做的特别的好 我记得那时候您也说过 要放弃这个 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你就真放弃了 我以前呢 以前在这个社会忠诚底层的时候 就说哦 那既得利益阶层的人 是怎么什么如何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 我变成那个既得利益阶级者了 怎么我得到了这么多 别人得到这么一点点 我占尽了所有人的便宜啊 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对我有利啦 我讨厌那样的自己啊 讨厌自己是最大的不舒服啊 不是外面的发生让你不舒服 是你不喜欢这样的自己啊 我昨天写了一篇文章 叫做被宠坏的中年男人嘛 对 就讲我自己 我觉得很多人讨厌自己 但是呢 讨厌完了第二天仍然去 回到那个诡计上 所以哦 我觉得可能 不是敢不敢的问题 其实我没有那么好条件的时候 我也敢的 因为我觉得就是 当然我不是说这样是好的 或者说不好 我只讲我自己的特性啊 我自己的特性是有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要什么 我其实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我不要什么 这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那我不要的东西我就 我就把它放掉 即使这个东西人家认为很好 即使这个我不要的东西 我已经付出了很多努力 然后才得到它 但是我愿意放下 我已经得到 但是我已经认为对我 人生这一段已经 美好的仗已经打过 曾经得到的占领品 我也享受过 以后我不需要 我愿意去面对未知 这是一种生命的能量 我觉得 您放下去做义工了 我记得 我做了七年的义工 都做什么呢 什么事都做 刷毛桶 我也做 也做 刷油漆 擦玻璃 干各种出活 在野外出草皮 种树什么都干 然后也在课程中 为别的学员服务 然后最后也站在讲台上 当讲师 不在乎他做什么事 而是在你做那个事的时候 你要克服 自己原来的不愿意 就做你不擅长的事情 你要从行为上去改变 你要从心理上去改变 有时候不容易 就从行为上改变 所谓的叫做事上练心 很多事情我说 你知道了不是你的 你做到了就是你的 像您这样的年纪 都已经获得了 这么多的人生解惑了 那您自己 就是应该什么问题都没了吧 有 怎么可能没有问题 但是呢 您面不面对你的问题 这才是分野 何为面对呢 想了一下把这个事放一边 这不叫面对 我就想说 为什么我其他关系 都搞得好 这个关系搞不好 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其他事我都过得去 这件事我过不去 到底是为什么 背后一定有原因 那个原因一定要 一定是跟念头有关 跟情绪感受有关 那背后可能藏得很深的 可能是记录潜意识 甚至也可能是 你已经洗烟不茶 已经很久很久的模式 然后你可以从这里面去 把这个模式可以有 有方法去面对它 正视它 所以面对问题不是 面对这事情本身 这事情本身太容易了 不想它就结束了 是面对这个事情背后的 你的那个心结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们有一些思维 有些情绪 过去曾经是为了保护我们 我们小的时候 我们没有安全感 我们需要求生存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念头 甚至于恐惧是很有用的 你要不知道恐惧 洪水猛兽 你被吃了都不知道 所以它曾经都是 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但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它最后变成一个 习惯的模式 我们就背着背着 它没有放下来 碰到新的发生的时候 就格格不入 就是好像说 你要过一条河 需要一条船过河 过完河以后 你要把那个船放下 你继续上路嘛 那很多人是过了河以后 他舍不得这条船 把那船背着背上 继续走路 是你过去的经验 一直在捆绑你 你活在你自己过去经验的模式中 你被制约了 我想问金老师 如果您对20岁的您自己 现在要对他说点什么 你问我这个问题 我还很难回答 我七十二岁了 碰到我 我现在跟我二十几岁的人讲 我觉得他做不到 就是这好比是说 那个经典是这样子 有人告诉你人生有一张地图 或告诉你我们在爬这个山 这个山有一个图 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风 看到不同的风景 会遭遇到不同的挑战考验 他就告诉你了 但你在山脚下 你只是看这张地图而已啊 你还是要一步一脚印的去爬 有你自己的经历 但是呢 当你爬到某一个角度的时候 突然想到说 书上有讲一句话 说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站牌 我看到这个站牌了 我好高兴 你又爬到另外一个地方说 哎呀 这里有个牌子是 当年我读了某个书 那个人是告诉我说 人生到这里会发生这个事 你会碰到这一个 然后你会有经历什么挑战 然后你会怎么样 哦 原来他在讲这个 然后你看到一个站牌 看到两个站牌 然后你慢慢就知道 上面站牌都是真的 这还有太多多人要体验 还有太多多人要感受 你会忙不完的 这辈子都忙不完 你怎么可能停下来呢 不知老知将至啊 这辈子不够用啊 因为外在世界够了就好 内在世界没完没了 真好 我问了您那么多问题 您问我一个问题吧 我问你这个问题就是 我在那个时候 在人生转折的时候 一直不断在问自己的问题 你未来的人生 你要怎么活 你最后才会不留遗憾 我未来的人生 要怎么活 才不留遗憾 我不想再重复以前的事情 就像您刚才说 您问我这个答案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开始寻找 而不是沉迷在过去 让它变成惩罚 而是去开始去寻找一个新的 让我觉得有意义的东西 且快乐的东西 那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所以你要怎么不留遗憾 就是你人生最后你走的时候 对吧 那你走的时候 你能不能笑得出来啊 你能不能害笑而去 你走的时候笑不出来 说你人生没遗憾也很难说了嘛 对吧 那你现在就开始用你的做道去换 看那个最后的那个微笑 那你现在你想到任何事让你笑不出来的 你要去把它弄好来 你想到一个人笑不出来 你跟他的关系还有功课没做完 你想到一件事笑不出来 你就是你的功课 我能做的我都做了 然后还没有完成我期许的部分 我都瘦了 我欢喜做 做了我该做的事 我还不能去决定的事 我都甘愿瘦了 所以我就笑了 当下圆满 谢谢金老师 以前看到了一句感触很深的话 就是说一个人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受 然后刚刚也从金老师分享和金姐的一些分享当中找到了意义 那我作为活在当下的人 就是去寻找我最想做的事情 两年前我突然有个想法 就是做这个家庭摄影 就是深入每个家庭去了解他们生活的状态 我就把这个生活状态记录下来 金姐跟金老师分享的一些 让我有继续做这个家庭摄影的一个初心 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当时科夫有本书叫《火法》 那是对企业的注意 那您的书呢叫《火好》 其实是对生命的经验 火好是对自己生命的尊重 全世界对人家影响最大的人 比如说孔老夫子 影响了人超过两千年 到现在加在一起 大概上百亿人被他们影响 他们没做别的事 他们身上就是努力的活好 然后让别人看见 他们活出来的样子 人生没有第二件事 只有一件事 好 谢谢大家